大周看电影 画面中 这个显得温文尔雅的女子 正悠闲地吹着口琴 这时走过来一名美国壮汉 他吟笑着问女子 要不要吹点别的东西 见女子没有搭理 自知无趣的男子转身离开 谁知 下一刻 女子竟主动找该男子交易 男子欣喜若狂 付钱之后 他吟笑着拉开了裤子拉亮 只见刚才还文文静静的女人 突然眼中寒芒一闪 拿起一块石头 对着男子的要害 就狠狠咋去 被暴揍的男子此刻怒火中烧 他骂骂咧咧一把掐住了女人的脖子 狠狠地将他从窗口扔进了餐厅 你说你收了钱 不提供服务也就罢了 竟然还敢打人 真是不守规矩 欺人抬身 男子越想越气 他一把揪住女人的腰带 将他举过头顶 转两圈之后 狠狠地摔向墙壁 女人倒地疼痛不已 餐馆老板健壮 赶紧出来制止 男子停了手 但女人却显得异常凶狠 他捡起地上一块碎玻璃 狠狠地刺进了男子的胸口 然后一下接着一枪 最后警察赶到 惊魂未定的女人猛然睁开眼 条件反射 直接开枪 杀死了警察 下面的事情就简单了 女子被抓回了警局 并遭到一名女警的殴打 但倔强的女人没有屈服 最终 他夺过女警手中的警棍 将女警反杀 若非其他警察及时赶到 这位女警恐怕是凶多吉少 在警方压她去法庭的路上 她突然发狂说要去洗手间 之后 用水箱的铁丝 她顺利解开了手铐 在打翻了警卫 抢到一把手枪之后 女人迅速逃走 面对警察的追捕 女人且战且逃 所以未经过专业的训练 但枪法也算精准 只不过 他瞄准的不是警察 而是他们脚下的路 这使得警方有所顾忌 不敢追得太近 从几米高的楼上跳下 从楼梯上滚落 女人都无所谓 仿佛一台没有痛感的机器 而且他撩得速度惊人 穿街过巷 很快便逃脱了警察的围舞 可就在这时 街角出现了一个 头戴墨镜的男子 他举枪 一枪命中了女人的胸口 惊慌失措的女人两眼一黑 便倒在了路上 再次醒来的女人 见到了他的心上司华哥 原来开枪打他的墨镜男 并不是警方的人 他来自CIA 特工组织 只因这个天性叛逆的女人 被他们看中 所以将他打伤 挨回了训练基地 为了完全控制女人 他们在他的脑中 植入了一种名叫 黑猫的特殊芯片 这种芯片 号称可以发挥 人体最高的潜能 但是有个副作用 就是时不时会头疼 一旦发作起来 会疼得死去活来的那种 只有吃下特殊药片 今后女人要听从 组织的安排做事 从现在起 她没有名字 只有一个代号 黑猫 女人愤怒至极 本来她活得好好的 如今却被迫做了傀儡 失去了自我 跟咸鱼就有什么分别 瞬间她身形暴起 扑向华哥 本想学拳王咬华哥的耳朵 哪知被经验丰富的华哥 摇头躲过 女人抢过华哥的枪 一枪便将华哥撂倒 然后持枪光的脚 推开雾门 夺路狂奔 只穿背心和内裤的女人 在走廊跑得飞快 只可惜 最后她还是没能跑出去 身穿防弹衣的华哥 给她上了第一课 开枪 一定要瞄准对方的头 从此 女人认了命 成为了组织中的一员 代号 黑猫 接下来的日子 黑猫开始接受 各种高技能的训练 骨骼清奇的她 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她有着异于 常人的意志力和爆发力 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杀手 不到一年的时间 她就完成了 常人几年的训练任务 看着黑猫如此优秀 华哥内心也是深感欣慰 这天 组织给黑猫安排了第一个任务 华哥亲自开车 将黑猫带到了任务地点 这里正举行着婚礼 而黑猫的目标 是婚礼的主角 新娘 黑猫捧了一束花 假装前来祝贺 然后突然一抬手 一枪便将新娘抱头 随后与四面八方赶来的保镖 发生了激烈的强战 黑猫但无需发 一枪一个 且战且退 凭借着敏捷的身手 成功来到坚硬地点 这里果然停了一辆车 但是车门竟然打不开 慌忙中 黑猫一个轴机 打破车窗钻进车中 随后发现 车子根本无法启动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很可能又被组织给耍 追兵已知 不服输的黑猫奋起反抗 他不会向命运轻易地低头 这下摔得可不清 膝盖都得秃了皮 尽管如此 他一咕噜爬起来继续逃命 路上顺手抢了一辆自行车 很快 保镖们开车追了上来 无奈的黑猫一转靶 掉头便钻进树林 然而 没跑多远 便被对方开车截住 前有路障 后有追兵 无奈的黑猫一咬牙 便从桥上跃入河中 事到如今 也只能听天由命 幸运的是 他并没有被淹死 他拖着伤痕雷里的身躯 哆哆嗦嗦地走在路上 内心充满了 对整个组织的仇恨 看到不远处的华哥 他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愤怒 他一声嘶吼 像箭一样冲过去 他发疯式地对华哥 抡着王八拳 直到华哥说 你已经通过了 最后一关的测试 还挺手 他泪眼婆娑地看着华哥 那夜子 再有下次老娘弄死你 黑猫顺利通过了 组织对他的最终测试 之后 除了完成组织 交给他的任务 黑猫彻底算是 恢复了自由之身 再也不用回到训练基地 参加训练 很快 组织就给他安排了第二个任务 目标在香港 是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会长 黑猫以记者身份混入人群 然后钻进树林用大局 轻松将目标击杀 本来这一切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可就在他提强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个正在拍照的男人 黑猫担心 男人拍下自己的犯罪过程 于是夜晚偷偷潜入男人家中 企图杀人灭口 可进屋才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 这时 男人回来了 他先是对照片中的黑猫一阵遐想 然后拿起桌上的口琴吹了起来 这悠扬的琴声很有代入感 瞬间让黑猫的少女之心涌起了波澜 原来这个拍照的男人叫艾伦 是鸟类自然保护区的主任 自小爱好大自然 并拥有一颗慈善之心的艾伦 英俊帅气 自然而然就吸引了黑猫 都说女追男人隔层杀 这话一点不假 何况这个女人还是男人喜欢的类型 所以 他们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他们相爱了 干柴烈虎 之后 二人仿佛普通的情侣一般 逛街看电影 而这天 二人正在观影途中 黑猫接到任务 这次 他要刺杀的目标 是本地房产大亨陈先生 黑猫提前来到工地 一开始 他计划着将炸弹装在电梯的缆绳上 只等目标坐上电梯之后 好炸断缆绳将其摔死 而一桩朴素的陈先生 显得相当低调 来工地视察 既没有事先通知包工头 也没有带一帮保镖 接了一个电话之后 便转身匆匆离去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但黑猫岂能让他 就这样轻易地走掉 他先卸下电梯缆绳的炸药 然后伸手敏捷地爬上塔吊 将炸药装到塔吊铁钩的绳索之上 这一段操作比猫还灵活 此刻 我的双手都紧张地出满了汗 恐高的人绝对干不了这个 在计算好车子的方向速度之后 黑猫炸断了绳索 高处落下的钢筋 正重行驶的车辆 地产大亨陈先生 连同他漂亮的女秘书 琴刻间毕命 在随后的相处中 艾伦和黑猫彼此更加迷恋对方 黑猫也发现了艾伦的一个秘密 原来艾伦的身体从小异于常人 他的心脏长在了胸部的右侧 这让黑猫又惊又喜 喜的是甭管长在哪边 不影响男性雄起 惊的是不知道对下一代 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这天 华哥来到他们的爱潮 带给黑猫下一个任务 这一次的目标 是日本的一个黑帮老大 黑猫和艾伦一起去了日本 为了在行动中不被人发现 黑猫选择潜入温泉 接近对方之后下手 行动之前 黑猫让艾伦去买止疼药 将其支走 随后 他在温泉的岸边脱下了衣衫 嘴里叼着一把匕首 就潜入了水底 他悄声无息地游到了黑老大的面前 手起刀过 一刀便划断了黑老大的咽喉 动作一气合成 毫不脱泥带水 黑老大只哼了一声 便气绝身亡 这边的黑猫刚浮出水面 便看到男友艾伦 一脸怒气地站在岸边看着自己 原来 地段时间的朝夕相处 让艾伦逐渐意识到 女友行为反常 一定对自己有所隐瞒 二人为此发生了争讨 就在这时 黑猫又接到了华哥打来的电话 华哥说 计划有变 让他们坐旅馆后门的汽车车 立刻离开 黑猫和艾伦 联盟收拾行李上车 下车时 黑猫突然出手 用安全带将司机勒死 原来司机是组织派来杀艾伦的杀手 只因他们认为 艾伦可能得知了黑猫的真实身份 所以想来个杀人灭口 见组织对新战的男友下手 黑猫怎能袖手旁观 他保护的男友一路逃亡 最终还是没能逃过组织的魔掌 华哥抽出妖精的枪 就要结果艾伦 黑猫抢不上前苦苦哀求 但华哥斩钉截铁的告诉黑猫 艾伦一定要死 简是一质子别无他法 眼含热泪的黑猫说 既然这样那我自己来 说着 结果华哥的手枪便射向艾伦 啪啪两枪 正中艾伦的左胸 最终黑猫跟着上司华哥 做了直升机离开 而艾伦也很快苏醒过来 只因他的心脏异于常人长在了右侧 显然黑猫手下留情 骗过华哥救了他一命 这部电影拍摄于1991年 早年看过他的VCD 女主个性刚烈叛逆 男主长相英俊 心脏竟然异于常人 再加上片中的几个裸镜头 最让人印象深刻 如今再次重溫 虽然没有当初那么惊喜 但仍然不失为一部 经典的香港动作片 喜欢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 精彩分享 咱们下期接着了